請 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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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的年紀 我不能吃太多 因為我本身有痛風 真的不能吃太多 所以說我們吃是進殼 四殼子而已 但重點真的東西 新鮮 好吃又美味 新鮮好吃又便宜 來一年來二三十次了 去餐廳吃一次可以 來這邊吃三次 它沒有到很老 然後也不會到很嫩很軟 就是吃了會那種怕怕的 也不會澀澀的 就是它的那個瘦肉 也不會讓你覺得澀澀的 口感就是很鮮美 有汁 可是大家還是要來吃 聽我講也是不準的 來吃就知道了 然後它的米粉還有那個什麼 切拉米可以吃到薄 然後呢 多少錢 二十塊一個人頭 你可以一直吃 有那個阿嬤的味道 跟小時候吃的一樣就對了 普通喔 就是料多 然後量又多這樣子 然後CP值又很高 經過這裡一定會來吃 十六分鐘的比賽 第一名 他們都叫他第一名 那就是他來 他先前就都在煮了 先前在煮就都很好吃了 好 小朋友啊 130 他們家的人潮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絡繹不絕啊 到了快接近中午 正中午12點的時候 你排隊要排很久 大概通常都要排快一個小時了 這邊很…在地人都知道 對 就我們南區附近的居民 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氣 我們就說你怎麼過 你丟杯啊 對 就是在講咖 這間位在台南小巷的小攤子 人氣真的是強強棍 大夥兒們就坐在其樓下吃飯 老闆以前是三任老里長 賣的品項有意麵水餃跟滷味 牆上紅紙毛筆寫的價目表 我有看錯嗎 餛飩湯只要15元 水餃一顆2.5元 天啊 價錢根本就是全開嘴殺 難怪客人從不間斷 就像是在走自家的廚房 不只湯麵水餃 還有這些琳瑯滿目的滷味選擇 很多都只賣10塊 李丟媽躲東西的聲音 就從來沒有斷鍋 這樣乾淨是餐桌嗎 李丟媽跟媳婦兩個人輪流 在搶搶棍的大鍋裡頭 把水餃 餛飩跟麵條下鍋 用的都是阿嬤怕你餓的 份量下去煮耶 像是一碗15元的餛飩湯 裡頭就有五顆餛飩 更誇張的是他們家的 30元小乾麵 麵條多倒滿出來 淋上了肉燥跟麻醬 濃濃的雙醬滋味撲筆而來 簡單用筷子攪拌兩下 一條一條細麵沾附著鹹香的醬料 麵條軟Q有嚼勁 吃一碗就巴嘎病鬼了 它的麻醬香味是還滿夠的 現在我們點小碗的一碗 就還滿滿的這樣 然後一碗就是30 妳是嚇到嗎 沒有 我們兩個人吃都吃不完 因為還想要吃其他的東西 那你就可能要兩個一起分享 要不然女生可能沒辦法 這道還算滿濃的 豆兆也很多 很...有點浮誇 很實在 很浮誇 很浮誇的 我們是從決定 高雄市決定... 決定那邊過來 可能殺到台南來吃就對了 對... 為什麼啊 因為便宜啊 我們如果開車來這邊吃 再回去 很花得來啊 真的是會好... 除了好吃 也是為了支持老里長一家 近20年來動漲價錢的人情味 無奈近年物價飆漲 老客人擔心店會被吃垮 里長呢只好稍稍調漲 揮別了十元的湯品 漲了五元 但是最便宜的水餃 也只漲了五毛 李章北啊 你這樣是要賺什麼 專領工錢而已啦 因為都跟主體的工啦 主體的房子啦 不用租啦 要不然要請人家啦 要房子啦 一桶沙拉有 以前三公升的一百塊 現在一百七十塊了 還有的客人說 你終於漲了喔 等你漲你都不漲 終於漲了 還有一份豬皮喔 還有一小乾麵喔 沒有這個加起來十塊 還是十塊... 十塊... 十塊... 好... 十塊... 現在幾乎找不到這種 有賣十元品項的小吃店 還有一顆只要二點五元的 手工韭菜水餃 尺寸呢是比一般坊間還要大 裡頭的用料毫不馬虎 現切的韭菜 都是一早到市場採買的新鮮食材 扮著肥瘦均勻的豬絞肉 是店裡的明星商品 老闆 你每一天可以賣到幾顆啊 韭菜的話 差不多一千多粒啦 高年蝦的話是我妹妹在做 那也是一千多粒嗎 差不多三四千粒 煮熟的韭菜水餃透出淡淡的綠光 一看就知道餡料多 倒是快要從水餃皮裡面爆出來了 吃起來一定很滿足喔 韭菜就是它的韭菜的那個香氣 是非常夠的 水餃皮它就是QQ的 然後它不會紅就是薄薄的 它主要是它的肉餡是多的 多的 對 很飽滿這樣 它主要它的肉啦 跟那個韭菜的那個鮮度 是很新鮮的 你說一樣自駕 對啊 他們因為他們自己自己包的 不會向外面說 我要跟人家再買回來再賣給你 對 所以它相信它價格是便宜的 高麗菜水餃也很熱門喔 白嫩嫩的水餃皮 包入清爽的高麗菜餡 每一顆都料好實在 姐姐 你一次可以吃幾顆啊 我們來的話 20顆 我們都叫20顆 一次都叫20顆 這樣吃得很飽嗎 超飽的好不好 你看20顆才50塊 基本上現在 預價上常以外面是 也吃不到這個人家的 但是它的水餃調下去是很飽滿 然後是以新鮮取勝的 大家看到這裡 一定跟我一樣好奇 老闆這樣開店 到底是要賺什麼 其實從上一代開始 就是靠賣面為生 後來換他接手之後 考量到南部生活不易 就再也沒有調整過價錢 沒想到生意是越來越好 所以很多客人 就慫恿他去選里長 賣面賣到出來選里長 厲害 厲害 雖然第一次是給他落選了 但是熱心的老闆 還是很想為他 為民服務 第一次沒有中 沒有中以後 就跟管者尊往結宴 結宴了後 後來再繼續為民服務 那就好 我答應你 眾神要幫助你 你要好好的做好會的 結果出來選就選上了 三屆的里長十二人 這一里到目前是我當最久的 連任了三屆的里長 即使先任之後 老闆同樣堅持麵店加錢 就是要讓大家吃得起吃得飽 在賣一賣的話 就叫個朋友 也算一種服務 也算一種服務 很感恩大家 這個客人來跟我們碰到 這樣可以繼續為大家來服務 雖然里長換人做 但是老闆還是繼續 熱心餵飽上門的客人 里長媽每天更是現爐海帶 這一道可是懂吃的客人 必點的小菜 還特別挑選了 以前是沒有這麼貴 可是一直長 長到現在 那二十公斤就一萬三千七 不要夠快 對啊 怎麼用得下去 客人就喜歡啦 然後我們就用習慣了啦 我們本來利潤就比較少了 所以說還是繼續賣 它的海帶 你吃起來那個感覺 不會像外面吃起來那麼硬 他們滷味都滷完之後 他們還是會加 還是會加一點醬油 醬油 香油吧 所以他們吃起來 我覺得口味是 對我們南部人這樣吃的話 是非常不錯的 他們家就是很傳統 很簡單就是利用食材那種新鮮 單純醬油這樣裸而已 豆干的話也是還滿Q彈的 就是不會爛爛的 對 豆香還不錯 我們的那個配料都用好的 都用好的呢 最好的 不是說賣便宜就用壞的 沒有 因為我們的志祺在吃啦 我如果要營養的小孩 為什麼要營養的 怎麼 媽媽要吃水餡 媽媽要吃米 怎麼配料 我們志祺在吃嘛 要有道德觀啦 好 來到這裡吃麵 一定要配上一碗混沌湯 都是老闆的大二字 每天現包的唷 不會虧本啊 就是賺自己的工錢 對啊 所以東西都是自己包啊 這一碗十五元的混沌湯 竟然有五顆混沌 小小的一碗讓大家喝樂啊 是暖心又暖胃 混沌選用肥瘦比例 三百五元的混沌湯 豬腳肉 外皮柔滑 內餡鮮香 喝上一口大骨高湯 哇 太滿足了 他們混沌的口味 它也是 因為我們南部的可能比較 偏比較重一點的口味 所以它香聲對著味道起來 就會讓你感覺比較豐富 老闆的大二字 當初也想到外面工作 但是他想這樣 就得花錢請人幫忙 賣的價錢就會漲價 到頭來還是決定 自己留在家裡幫忙 小人跟大人都是很長的 小人 還有很多廚師 以前對我們很照顧 今天就來 怕我們收起來不好做 做不甘 做不甘 小人 小人越來越多 還要這樣 還是看不下去 所以現在 看我們還可以做 快做不甘 人家說不甘 這樣 能夠當你的出兵 真的是太幸福了 這間好要來的麵店 有著全台最便宜的價格 以及樸實無華的美味 還等什麼 我來啦 老闆娘真是大方 我們每次吃咧 吃到晚咧 他一直問我們好不好 飽不飽 然後常常就會上兩三樣 來招待我們大家 這樣 以我的年紀 我不能吃太多 因為我本身有痛風 真的不能吃太多 所以說我們吃是禁殼 四個兒子而已啦 對 但重點真的東西 新鮮 好吃又美味 究竟是什麼樣的美味 即使痛風也要吃 這由數十隻小捲堆成的海鮮乾麵 還有福瓜系蛤蟆鍋燒麵 以及讓海鮮控膨然心動的 沙茶拌麵 還有…地表最強 擺滿數十種海鮮的鮮美龍蝦粥 每一碗都只要白來人 我不相信… 七千好吃啊 又便宜了 來 一年來二三十次了吧 去餐廳吃一次可以 這邊吃三次 平時就人非常多 在這裡 在我們夜市裡面呢 是非常好的一個平價美食 大家都很喜歡 這家會在夜市裡的 狹小海鮮店 擠滿了上門吃飯的套客 老闆肯定忙分了 很累 你怎麼辦 就為了生活也是要做啊 不能放棄 對 不能放棄 對 不能放棄 好不容易才有今天 老闆在鍋爐前忙著接單炒料 根本沒有休息時間 十多年前她和丈夫帶著三個孩子 從嘉義北漂到台北生活 夫妻倆就靠著賣海鮮 開啟了夜市人生 它這個叫做排卷 如果再講的話它是排卷 因為我拿會比較便宜啦 那如果在外面的話 一公斤應該300塊也跑不掉啦 但是我賣包括拌麵我做150 靠著大量進貨壓低成本 跌跌的爆量級海鮮 能賣得比餐廳便宜 一方面是跟漁船叫貨 拿到成本價 另外一方面則是夫妻倆 懂得降價讓利 和客人擺鋼琴的身材之道 一碗的賣多少錢 150而已啊 那成本價呢 這樣多少錢的話 應該要130跑不掉 所以賺20塊 對 妳只賺20塊 對 妳賺小一點妳東西新鮮啊 妳有收兵商品可以賣啊 對啊 然後人家會抱別人啊 妳又不是每樣東西都只賺 20 30 10塊錢 甘願犧牲利潤 也要滿足客人的口譽 聽起來啊 是有一點不太像生意人的做法 但是夫妻倆不怕客人吃 光是看這一盤超吸睛的 小卷沙茶拌麵 滿滿的小卷 就知道老闆給料是超有誠意 超大隻的小卷一口咬下 滿滿的海味瀰漫在口中 配上了濃郁的沙茶香氣 巧妙的和海鮮做了連結 吃起來是有夠過癮的 量非常多 非常的有味道 而且又鮮美 我非常想吃很多盤 但是因為礙於年齡 礙於保養 大概來我們就是潛藏即止的 一盤多就夠了 非常棒 連海鮮控都心服口服的 還有這一道蚵仔沙茶拌麵 滿滿的鮮蚵 每一顆都是滾圓飽滿 吃起來軟綿微Q 連大哥都熬得得得到 又大顆 又新鮮又好吃 反正你只要來吃了 吃到吃過的人都知道 都會得到就對了 皮皮子怎麼樣子 相當的好 我剛剛講說色香會俱全嘛 而且食材又新鮮 老闆用料實在 每晚都迎來追求者嘗鮮 雖然說現在生意像是 炉火上的烈焰是熱情洋溢 但是回想剛開店的時候 生意門可羅勸 真的有那麼慘嗎 很慘 慘到曾經兩點開門 到晚上十二點賣二十五塊 那次讓我真的抱哭 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但堅持用料實在 努力還是會被客人看見 福氣倆為了要給客人吃新鮮的 才特別在店裡擺了水族箱 養殖活體的澳洲人蝦 因為要自己養啊 自己養不用用冷凍的啊 對啊對啊 自己養用冷凍 然後新鮮都客人都看得到 也不用怕 很多賣海鮮的人 客人就會第一句話先問你 新不新鮮 那你看到那麼火 你就不用再解釋我新不新鮮 我看這隻龍蝦 哇跳跳 真的是有夠親的啦 鮮度百分百的爆量系龍蝦粥 分量多到是快滿到碗外去了 百來源的價格 一碗就能讓兩個人分享 吃得到魷魚 干貝 花枝 鮮科 豬肝 蛤蜊和龍蝦 魷魚肉Q彈又爽脆 干貝肉鮮嫩甜美 龍蝦肉緊實嫩甜 這股滋味 連海鮮孔都捨不得推薦 龍蝦吃起來很新鮮 因為他們是先撈的 很新鮮而且肉感也不錯 非常的非常的實在 而且色香味俱全 樣樣都到大味 而且東西都好吃 吃才又新鮮 客人越來越多 小店生意也在淹室裡 佔有一席地位 現撈現做的快炒龍蝦 要做得知多鮮美 下鍋爆炒就要合時間賽跑 要來的龍蝦分錢 那蓋應該是正常 就是十秒鐘以內要上來 為什麼不能超過十秒 因為它的粽子啊 它的粽子啊 那因為它已經炸過了 它鎖住那個湯汁的成分 你很快地把它收乾的時候 它的粽子很高淡 精準掌控火候 快炒出的爆炒龍蝦 一上桌就噴發出濃濃的香氣 還有股淡淡的鍋氣焦香 蝦肉吃起來又是如何呢 我們常講的叫叫QC 非常的美味 非常的香 非常好吃 雖然這一家店隱身巷弄煎 但是博得這麼多人來吃 就是因為口感好 蝦子好 起筆子高 不是我在說 來這裡吃的客人 那幾乎每一位都很像是 他們家的代言人 很會講耶 老闆呢 就是要讓所有來吃的人 吃飽 吃好吃滿 這樣每次都給幾顆給客人啊 30顆應該有吧 這樣會不會就夠賺 一定會 但是我一樣就是敢給 我跟你說 說完全沒有賺絕對是不可能 但是它的金額可能就是 做吃的人不會想要賺的錢 客人吃一碗就賺一碗的 百元蛤蜊鍋燒麵 爆量的蛤蜊數一數 二三十顆跑不掉 數量多到好像是老闆怕你不夠吃 光看就心滿意足 肉多又飽滿 新鮮 真的好吃啊... 你看我吃這一大盤 你用多少錢 差不多 這個看差不多一百多塊而已啊 對啊 一百多而已 一百多而已 對啊 不到兩百啊 看看這一位大哥吃的是有多開心 笑咪咪咪耶 現在老闆一家呢 是緊緊的守著小店 就連三個寶貝女兒也懂事在店裡幫忙 那女兒她就是配料整理東西 對 然後包接客人算帳 那小朋友就是送菜 然後收碗盤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碗 就趕快去把它洗起來 這三個裡面誰最乖 誰最乖喔 真的都很乖 我三桌要兩份炒麵 然後二桌再一個花枝 一桌的龍蝦粥還沒有去 炒螃蟹也還沒有去 孝順的三個女兒在店裡端菜洗碗 就算辛苦也從不喊累 真的是好懂事喔 生女兒就是好 下次來到中和逛夜市 也別忘了來捧場一下唷 妳要吃幾粒 一顆龍蝦粒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幾乎她每個禮拜 吃起來口感很好 因為肉吃起來又不油膩 也不澀 做起來又很舒服 她很平價啊 非常的同伴價 禮拜六 禮拜天你來 她那個要太貴 還很大 又便宜 就好吃 那你都吃幾粒 都八顆 有時候十顆這樣 那個皮做得很軟 很Q 那件也很香 那你比較吃的 大概70塊 對 對 你沒有聽錯 霸丸一顆只要5塊錢 智琳姐姐要聽人家說 老闆從民國76年 開業至今沒有漲過價 手工製作 皮薄內餡多 這家位在高雄鳳山的 五元霸丸店 連大骨灘都是免費喝 隨便你喝多少都可以 清晨4點半開滿營業 到下午3點半 蒸籠裡排滿一顆一顆 飽滿軟嫩的霸丸 出食熱氣騰騰 香氣之沖而來 老闆 你生意這麼好 早上應該很早就要 起床備料吧 我都差不多 還沒三點就要開了 兩點沒有 兩點都要起來了 好累 不過就是有工作做 人家是要活到牢做到牢 我們一開始就是先增量 對不對 對 然後陸續再... 陸續 天亮的時候客人比較多嘛 才有增多一點 第一樓的霸丸會先開爐蒸 接著才開始煮水熬湯洗米磨米 因為老闆劉阿財的霸丸 都是每天現做的 我們就是用五湯洗的 就是要用吃的米 現在現代的都用那個粉 等一下就是裡面的水粉 要進去用 以前我們用那個大鍋嘛 大鍋的時候是都... 都要一個人去那裡 然後有這個機器 我就買這個機器 有機器應該省了不少力 但是攪拌米漿還是要 時時刻刻在旁邊注意 這麼傳統做霸丸皮的方法 已經很少見了 而肉餡也是堅持用 最好的上肉部位 加白油增加口感 再用紅蔥頭 些許調味料攪拌 食材成本毫不馬虎 五元的霸丸從未炸過價 老闆 這生意是要怎麼做啊 之前一斤四十五 上肉七十六年的時候 七十六年一斤四十五 一族長 長到現在已經一百二了 人家現在外面要賺錢 我們是說沒關係好好的 會滴過就好了 那裡有人那個 做小孩吃夠乾 現在又帶母 還跟他們家母帶來吃 如果說一起來 就給我說老闆娘 我三代同堂來了 我就說不要吃那麼久 吃那麼久就已經老了耶 對啊 這不是買便宜的 證明說自己來 心災人 三百六十五天 不管是菜頭貴還是便宜 通通貨 都是當湯底嗎 對... 還有大骨 還有大骨 多少錢 沒有 那個是只有他們 買魚丸湯才有錢 如果清湯沒有錢 不用錢啦 免費的大骨湯 老闆也是每天熬一鍋隨便你喝 加料的魚丸綜合丸 一丸也不超過三十五元 在物價飛高高的年代 健之啊就是不可思議 即使墨黑工作 還是在老闆身上感受到滿滿的活力 小小的霸丸竟然如此的費工 當第一龍的霸丸起鍋時 終於明白她的魅力所在 小巧精緻的外型內線飽滿 很多人都是一大早就來排隊 大概就是這個時間來嘛 就是五六點 對 因為我們早上要上班 天天來 天天來啊 天天早上報到 你剛剛當早餐吃是不是 對啊 口感就是QQ的 裡面的鮮料也滿多的 從凌晨四點半一直到天色見亮 吃早餐的客人陸續出動 很多人上班之前來吃上幾顆 有很多人外帶回家 與家人享用 從一顆一顆的小霸丸 開始了一天的生活 我要一個十五顆 一個十五顆 來 你要幾顆 兩顆 十顆五顆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一龍一龍也是很快 不一定啊 看客輪 有錢 對啊 做生意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量的給你在那裡量快 不可以就很不可以 用阿財的肉圓 客人幾乎一吃就成主顧 老人 大人 小孩 都愛吃 除了佛心價格 真材實料 手工包的功夫也是美味關鍵 老闆 你當廚師有去學嗎 怎麼會這麼厲害 這個沒有拜書套有辦法呢 沒有啦 沒有祕託啦 既然餓就好了啦 七十六年下去做的時候 就是要做這麼燙 一口肉魚 對 都五顆 就是五塊都是固定的 你也不能太飽嗎 對啊 太飽那個肉會吐出來 也不能太厚 太厚那個客人就說 沒有看到肉啦 人家說什麼 我們就說好啊 三十顆 對 起碼我們女生差不多 六顆 八顆啦 十五顆啦 懶得有十五顆啦 劉阿財做生意有自己的堅持 想到世上乾口浪費 吃虧就是占便宜 不用太計較 阿彌陀佛 真的是佛心老闆來著耶 當初因為親戚 有做碗粿小吃的經驗 劉阿財跟著學做肉圓 慢慢改良口味 將近四十年前 一顆肉圓就賣五塊錢 但當時原物料便宜 生意也好做 現在劉阿財依舊堅持 只要生活過得去 他的肉圓就不會漲價 我們是甘苦人 甘苦人 我們雖然不能說好 為了我們的土力 我要賺多少 一直掌聲響起 我就是好愛 包幾顆 阿彌陀佛在那裡 好 謝謝 你不聽我們年紀如果大 就是要做太健康 現在客人問說 你為什麼不退休 我說 你要退休就休了耶 我要做太健康 我的堅儲是 我們用心下去做 不要說 說人家說 哪裡便宜你就買哪裡 我不會 我一百歲做一百歲 謝謝老闆 很感興耶 但是該休息的時候 記得也要休息喔 不然我們會五缸呢 麻油紅菜高麗菜 這是我 這張是我們 我來的光榮皮好多次 這是導遊帶我們來這邊 我第一次來吃 對 好多人喔 然後它的米粉 還有那個什麼切拉米可以吃到飽 然後呢 多少錢 20塊一個人頭 你可以一起吃 客人家後到Shopo的20元吃到飽 有這一碗鮮香濃郁 現煮現燙的鵝肉湯麵 還有吸飽湯汁精華的鵝肉米粉 以及師傅當天現炒Q彈爽口的米粉 只要你胃口夠大 通通隨你吃到飽 其實在外面吃一碗 可能要五十塊四十塊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讓你吃到飽 只要你要點主菜 怎麼會有這種的好餐 除了湯麵吃到飽 店裡的主菜也是讓很多客人 儀式成主庫 有招牌菜 白斬鵝肉 喉燒五鍋魚 飯桌大蝦 和南方澳燙小卷 每道料理都是料好實在 難怪客人不管跑再遠 都要殺到宜蘭來嘗鮮 他們聲音好 因為今天是非假日 所以這樣算冷很多 對…就是滿多滿多 真的滿多冷的 但是你好好的等 但是也很快就吃到了 我會慢慢的 慢慢的… 活著人潮爆棚的鵝肉攤 慢慢的套客擠爆前台 往餐廳一看 座位早已坐無虛形 但看過大場面的老闆阿淳哥 沒在怕啦 他就照著自己的節奏 大力揮鏟炒米粉 是說阿淳哥 你一天是要炒幾鍋啊 不一定啦 他如果要來一天炒幾鍋 這大鍋一天炒幾鍋 三個炒四鍋 還要炒四鍋 還要炒四鍋 我們還要炒四鍋 我們還要炒四鍋 做四鍋炒鍋也有問題 真的是要夠辛苦 即使免費吃到飽 阿淳哥還是堅持用料絕不馬虎 香菇 紅蘿蔔絲 拌炒出的迷人鮮味 光聞就令人食指大動 而另外一頭 正在烹煮的鵝肉 全用的精量也要符合 阿淳哥心中的黃金比例 像是我 每天我七鍋 我不是都拿這樣 沒什麼 那些拿起來比較多 比較多 那是新老 太大隻新老 三個比較重 比較炒 你如果想這些 三個比較濃 多一分太肥 少一分太瘦 就算鵝肉身價飆漲 阿淳哥還是很捨得花成本 買好的食材 吸引客人上門 早期他是土層鵝肉名店的老師傅 煮鵝肉已經四十多年 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天都平常吃十多吃而已 如果這日就很多吃 這日差不多要二十十日才過 會煮不會很累嗎 有錢賺 沒在怕累的啦 阿淳哥實實在在的做 也慢慢做 店裡招牌四分之一 百斬鵝肉 滿滿的肉片堆得像做小山 超級豪邁 鵝肉經過汆燙有冰鎮 吃來肉質鮮嫩 還有微微的肉質鹹味 沾點醬油 哇沙比 建制絕配 你說是不是 它沒有到很老 然後也不會到很嫩很軟 就是吃了會那種啪啪的 也不會澀澀的 就是它的那個瘦肉 也不會讓你覺得澀澀的 口感就是很鮮美 有汁 可是大家還是要來吃 聽我講也是不準的啦 來吃就知道了啦 嘿啦嘿啦 來吃就知道了 而阿春哥的店啊 就位在湖光山色的宜蘭望龍瓶 是不少遊客踏青的好地方 只是當初怎麼會選在這裡啊 本來是說阿東那個 就飛台多少 就回到那裡 這個土地自己去的 去一個家 請一個債夫 賣一個筷子 就說這樣也比較容易 好 我過日去就好 十多年前 阿春哥離開台北鵝肉老店 決定回宜蘭老家退休 起初他投入上百萬元 在家裡附近開熱炒店 想說有一份收入可以養家 只不過這個望龍皮 未處偏僻 要在荒郊野外開店 這客人是要從哪裡來啊 我怎麼知道做十九天 就在店 做十九天 只要一星期 你為什麼要怎麼做 那沒有... 很少... 後來... 切下去那一間 我那一間廟 我才去跟他們說 那... 到底我們家在家裡 我們到底是要做什麼生意 好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自己買賣什麼 你自己就知道 我這麼想很久 沒辦法想... 不然我也要做... 做本土來賣五肉 那人現在半年 我... 鵝糖麵 鵝糖米粉 白飯 炒米粉 半年 都用吃不用錢 你... 你... 我們這個山腳 你東西好吃 沒人知道 就是說用這樣 那個東西不用錢 做人家去看我來 阿春哥從時老本行 賣鵝肉料理 為了吸引客人到山裡吃飯 他端出只要... 只要20元就可以鵝肉湯麵 炒米粉 吃到飽 先炒的米粉 炒出了濃厚的香味 不時透出高麗菜 香菇和蘿蔔絲的鮮甜 再搭配這一碗 撒了香濃油蔥酥的鵝肉湯麵 麵條Q軟 湯頭清爽回味 只要20元就可以 無限量的吃到飽 怪不得客人啊 一碗接一碗 怎樣都要吃回本 湯頭很棒 吃起來很滑 就是很順口 不會讓你覺得吃起來 澀澀那種鹹鹹的 吃起來就是覺得很舒服 這樣子 米粉喔 就煮得剛剛好耶 不會太軟也不會太Q 就是剛好我們就是 入口就是很順口這樣子 菜色料好實在 客人也口耳相傳 累積了許多的死中粉絲 像是這一道現炒的鵝腸炒芹菜 飄出迷人的鮮味 鵝腸脆嫩 芹菜清脆 一入口卡滋卡滋的 好過癮 鵝腸炒芹菜它是很清脆 最主要是鵝腸脆脆的 口感很好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是 色香味之前 許多客人還會再點上一盤 三到四人份的扮酌大蝦 蝦肉經過蔥段汆燙 簡單的鮮味卻相當的迷人 蝦肉吃起來緊實又脆嫩 濃郁的鮮蝦氣味 讓人彷彿在大海 搭配這一盤點菜率超高的 南方澳燙小卷 每一隻都是肥美Q嫩 數量多到像變質一樣 這一盤是有幾隻啊 量至少有三十隻以上 你看…那個一盤一大盤 至少有二三十隻 CP值怎麼樣 CP值如果打十分給它打八分 至少有八分 其他兩分呢 其他兩分如果量更多更好 沒錯啦 當然是越多越好啦 海派的阿春哥給料不手軟 你是不是沒有再算成本啊 那種東西吃就好吃 簡單講的東西吃就好吃 你東西如果沒有吃 你骨頭比較大 要怎麼做也是好吃 像是現點現殺的無鍋魚 阿春哥特別養在山泉水池 每一隻都超過兩斤重 肉厚 肥嫩 速炸的時候是很考驗功力 剛才那個也是要火厚 要好好啊 你那個油不夠滾喔 你魚有重量 有重量 你把它放下去 它沾下去 湯到下面會燒掉 你太鹽也不行 你太直接把它彈下去 外面燒到裡面也不燙 不好就這樣剛剛好 剛上桌的烘燒五鍋魚 魚肉炸得金黃香酥 淋上酸酸甜甜的糖醋醬 醬汁爬附在魚肉上 讓我吃一口別無所求 魚肉 它魚咬下去 那個汁就出來 而且它是用炸了再去... 再去拌 蠻好 香味... 色香味蠻齊全的 那就是人家二十塊吃到百 看四人給你吃 你要湯米湯米粉 也會把我們燒下去 叫我們加進香 人潮跟在白貨公司周年慶耶 出餐得拼速度 才跟得上客人的腳步 幸好阿淳哥的兒子回家幫忙 現在餐廳生意 倒吃甘蔗 漸入佳境 有這樣的好成績 或許冥冥之中 有神明的保佑 更重要的是阿淳哥當初的堅持 才有今天的成就 是要這樣啦 要這樣啦 要這樣... 我會開頭一會兒 也不一定要賺錢錢啦 看人家吃得開心 像出去的人家 大家也幫我打招呼 高高興興 我...我也高興 開頭一會兒 要六七十 剛好有人用就好了啦 賺那一... 賺那一小月年 讓人家大家開心就好了 老闆錢當然是越多越好 不是啦 我是說 或許阿淳哥早已看透 金錢無法滿足心靈上的快樂 才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 滿足上門的客人 貝奇雅 人家之前都 навер來 沒有其他地方 我們應該要看 但如果還沒東西可以吃 同時都沒有東西去吃 那如果拯薄或未來時 人家都煮出來那裡 Ну跟我們來的時候 在北京都沒有 這個點心也這樣子都會有 因為它有飯 還有湯這樣做的 這樣吃比較會累 四個湯大 四個湯大 菜要買嗎 香菜要買嗎 對 這間位在屏東萬丹 玩內村的小店 沒有招牌卻是聲明遠播 纏連好幾屆的屏東奔 比賽冠軍 吸引很多客人尋鄉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喜歡啊 比較有傳統叫古早味 你吃多少年了 很久了 他們從開始賣就吃到現在了 那有二三十年了喔 對啊 這一直都沒有變過 對… 我們紅豆子有比賽 他三十多年來比賽 第一名 剛才都叫他第一名 就是他來 他身前都在煮了 身前在煮就都很好吃了 叫我第一名了 本餐呢 對很多的北部人來說 或許很陌生 不過對於南部人來說 卻是一道非常經典的小吃 不少的當地人 天天拿它當早餐 因為裡頭的料是超級豐富 老闆 你現在倒下去的是什麼呀 這筍子 現在先要滾 阿姨 你裡面有什麼料 豬肉 魚 蜘蛛 黑膏 豆雞 還有菜 鐵筍 雞肉 這麼多料喔 對啊 怎麼是豆雞啊 這是豆雞 屏東才有的嗎 對 屏東 屏東才有而已 這屏東特有的豆雞 是用黃豆製成 經過油炸的加工食品 放在本燈可以吸附湯汁 降低油膩感 包香過的黑鎬 鮪魚 三層肉搭配青菜 湯頭一入口 就綻放出濃郁的鮮甜味 魚丸 豆雞鋪滿鐵碗 加上韭菜花跟芹菜 山珍海味統統包 重點是小碗只要60元 吃一碗就讓你飽到天靈蓋 不過是說 這佛心的本燈 做工是不馬虎喔 老闆堅持要手工切肉 數十年如一日 這個比較費工 現在都用Q工的 Q工的做比較費工 Q工的這個比較費工 比較好 如果用攪拌的 比較沒力的口感 選擇油花分布均勻的三層肉 一層肉 一層皮 吃起來不會太油膩 也不會太澀 而本燈呢 就是所謂的割稻飯 過去鄉下農忙時 天氣熱比較沒有胃口 婆婆媽媽們 就會煮一大鍋的本燈 調去甜蜜 給家人當點心吃 充滿了鄉下的人情味 而老闆倒下的這些魚肉 就是本燈的靈魂要嚼 這個大小小而已 要和冬燈的大小小小 什麼用小小小小 這樣會有口感 南部你跟問用粉湯的 就是用小小小小的用 本燈原本是農耕時代 農夫都會做的家常點心 但是手藝巧妙各有不同 二十幾年前 紅豆節的比賽 開啟了老闆的本燈生意 那時候有多少人參加呀 三十幾隊 三十幾隊 那你比幾名 第一啊 第一喔 對啊 這麼厲害 那茶紅色比賽之後 還沒多久了 誰說的 我也是可以比 那比幾年 也是一樣 一樣什麼 第一啊 太厲害了 在眾多的婆婆媽媽中脫穎而出 讓老闆的信心大增 以前公公早上會在家門口 擺攤賣菜 他也延續這樣的傳統 在賣完菜之後 接著做本燈的生意 所以你分辨得出來 現在手上拿的是什麼菜嗎 可能不知道啊 那幾點要擺攤 那幾點要擺攤 六點 所以你分辨得出來 現在手上拿的是什麼菜嗎 可以喔 是跟婆婆學的嗎 對啊 蝦 蝦 蝦 比較香啊 我先用豬肉爆香啊 然後再來用蒜頭 搭配香油下去爆香 豬肉半肥半瘦 半著蒜末 爆香時香氣十足 濃郁的蝦油鮮香撲鼻 這些年比較粗重的活 都交由兒子接手 豬肉得炒到半熟 再把鮪魚下鍋 煮一次差不多要一桶了 要一桶 快一桶的佐料了 加油蔥酥 然後再... 油蔥酥十斤啊 差不多八十啊 八十幾 八十幾 對啊 像你這樣拌這麼多斤啊 總共要技巧 技巧 沒有 靠蠻力而已 沒給它動的話就會焦了 最快要四十分之一個小時 連續是要炒 不用連續啊 只是要翻而已 因為要架掉的話 就會把火關小 胡椒 五香 沙茶 一層一疊 每家一樣辛香料 就得先翻炒入色 才能再往上堆疊 看起來不困難 卻一點也不輕鬆 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幫忙了 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幫忙了 高中的時候有什麼 對啊 高中開始炒料了 之前是有去當兵 然後當的時候 四點就回來 這是小粉生意而已 這生意最多錢 微薄而已啊 不是很多啊 還要扣掉成本沒多少 這是媽媽的心意 寧願讓大家吃飽 也不願意漲價 用豬大骨和筍絲 熬得湯頭 香氣迷人 當地稱為東港黑高的紅蝦 增加了海味 還有五花肉和鮪魚 讓整鍋的本燈是又鮮又甜 有人一包啊就是好幾碗 一大鍋的本燈 兩個小時不到就賣光光 怎麼會想來吃這一間 好吃啊 怎麼樣好吃 吃一下有煮早味啊 好吃 多久了 很多年了 他老公還沒有走就開始吃 有那個阿嬤的味道啦 跟小兒之後吃的一樣就對了 普通喔 就是料多 然後量又多這樣子 然後CP值又很高 經過這裡一定會來吃啊 你想要做到幾歲 不知道耶 能做就做啦 動作運動 動作運動 真的是屏東最強 number one啊 整碗都是料只要五十元 這令我啊走過路過 是不可能給他錯過啦 提醒大家喔 別忘了上我們的YouTube跟IG訂閱 追蹤及分享 咱們下次見 好 好 by bwd6 by bwd6